伊拉克武装分子攻城掠地 这是美国官员不希望在阿富汗看到的情况 帮助阿富汗政府军打击极端分子的国际部队 还有11个月就要撤离阿富汗了 白宫发言人卡尼这个星期再次呼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签署一项双边安全协议 使美军明年能继续留在阿富汗 我们的立场没变 这就是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达成一项双边安全协议 那么我们将被迫开始计划2014年之后的安排 届时阿富汗境内将不再有任何美国或者北约部队 美国表示希望几个星期内而不是几个月后做出决定 但卡尔扎伊希望等到阿富汗4月选举之后再做决定 美国官员说卡尔扎伊未签署安全协议等的时间越长 他们和北约盟国就越南承诺支持阿富汗 北约各国国防部长下个月将会晤 希望开始计划2014年之后的部署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或简单的过程 你只需要看看我们的军队 看看我们要为2014年之后的任务做些什么规划和准备 包括训练 咨询 反恐 预算 还有国会等等 相当复杂 美国军方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移动大量人员和设备 不过有关官员表示他们没有设定最后期限 分析人士指出 卡尔扎伊不相信美国会撤军 所以他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 而这可能导致阿富汗部队在没有美国部队的帮助下 独自承担所有的工作 卡尔扎伊和奥巴马总统间不和谐的个人关系 使这个过程更加复杂了 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在他的一本新书中写道 奥巴马总统受不了卡尔扎伊 布鲁军司学会的奥汉龙说 如果我们不得不再等几个月 我们可以等 但那会使事情更加困难 很可能奥巴马政府对卡尔扎伊烦透了 所以干脆提出一个最后期限 而且说话算话 这其实很危险 兰德公司的坎贝尔认为 这种可能性似乎正在增长 从最近几个星期的情况来看 卡尔扎伊总统表现得越来越不愿意 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我认为这已经开始引起计划制定者们的关注 他们将不得不考虑这种情况 目前美国军队不确定 他们到底将留在阿富汗还是会撤离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